我们来聊聊网红好不好 是 因为我们现在两个人都快变成网红了 是是是 欧欧老师是天生的网红 不敢当 那我本身的话就是官二爷前的马童 为什么呢 我在这边呢 我做这个主持人呢 其实是配合欧老师的 不敢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要靠岳老师提升我 我跟你讲 欧欧老师的网红啊 可我感觉欧老师我一看到你 我就觉得看到老师一样 标准的老师长相 像我一看 我就看到健身车司机接送你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您真是太会说笑了 不是我跟你讲 这个里面确实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 欧老师涵养丰富 这个没话讲 你那天讲话讲到顾炎武啊 廉耻啊 讲到范仲淹啊 什么黄鹤楼鸡 讲到这个时候啊 大家都比赛在恶补 你知道吗 连那个招招康都不例外啊 他讲到黄鹤楼鸡 比人家多讲几句 表示学问啊 哇那你这个不一样啊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欧老师非常诚恳啊 胆子又大又直接 文言文正义女侠 这不是浪得虚名啊 我想其实很多 国文老师跟我有一样的想法 只是大家没有机会有麦克风 第三点口条非常好 那我有准备 我那天是有准备写好稿子 就对着稿子念了 我跟你讲 这个欧老师太认真的 欧老师这个 连今天这种 跟着我这种场合 欧老师都带着 哇密密麻麻的 我有写笔记 因为我觉得总是要 我自己会觉得 我准备一下 我比较安心 我跟你讲好 这个提示讲起来 因为我要讲的重点是 网红的文化 是 因为你的学生 跟我的学生 都想干网红 这现在是年轻人的一个趋向 那我觉得也没有不好 但是我觉得大家必须要思考 网红是什么意思 你在网路可以红 也就是表示你在网路世界里面 你获得了很大量的拥戴跟支持 而这个拥戴支持带来的 除了名声之外 它其实可能到某一个程度 它就有利益的一个收入 你看 所以说你得之于这个网路世界 也就是得之于社会 所以其实网红 所有的网红不分年龄层 不管你是哪一个领域的网红 其实都要思考你是有社会责任的 我跟你讲 我这个网红已经干了三年多了 从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 大家就会发觉说 疫情就不能够去大陆的时候 就说你直接就利用 我从B站开始 我这个是有心得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就是觉得说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网红为了要让自己红 就不惜走这个灰色地带 不惜就是剽窃别人的唇果 然后甚至不惜的话 就是哗众取宠 那么这一些做法上来讲的 我觉得欧老师我想提到这个问题 是觉得说它要禁止也很难 但是这个风气也没有办法压制 反正总而言之 我要想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 拥有创意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 我要讲的就是 我觉得网络 它既然对社会影响这么大 而且百分之七八十 可能都是年轻人在看 所以我网络世界你很难管 可是又不能不管 我其实觉得说 不论是哪一地的政府 其实对网络 一定要有设计一套管理的法令出来 那这个当然是从消极面来讲 因为你法令 其实网络变化太快了 法令都是在后面跟着跑 可是你有后续跟着法令的设计 比没有要好 这个是一个 再来就是所有在网络上面 你要借着网络你已经成名的人 那你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我觉得对于自己人品的要求 要支持 要支持 要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准 要提升的 对 我觉得你要考虑到 我觉得又回到说 我们所谓的传统的民族品德 你对自己的品德是要有要求的 那现在很糟的就是一些年轻的网红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从小家庭教育失掉了 然后再来学校教育如果这一块也没有了 所以你看不管是大陆的网红有造假的 台湾的网红也有造假的 前一阵子那个要假拍自己说什么 被诈骗集团什么房价去柬埔寨的那个 柬埔寨什么安吉小吉的什么东西 那个叫晚安小吉的 你看多招他最后在柬埔寨就被警方逮了 而且好像有判刑 能不能回来都不一定 对 那他怎么会为了要充流量不惜造假 那也就是说难道在网路上面 你没有办法做到诚实吗 那一般人网友 比方说像我们有很多网友提出问题 或讲话或干嘛 都基本上都是匿名的 那匿名就是让大家觉得有一种安全感 所以因而有人就放肆了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们回到中庸说君子甚毒 每个人在网路世界上你就要自我要求 你在没有人知道你是什么人的状况之下 你依然对自己的说话负责 那你在网红的 那身为网红的那个人 你难道不晓得你的行为举止 对社会其实有引导作用 你需要绿为网红的 对社会感免划 哪个人有信心 你 tvorya